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3年的DPC联赛西欧赛区 那么来看一下第二次赛季GG对战NT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第一场比赛的话呢 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护怼啊 真的是一个极其精彩的一个护怼 虽然说在游戏的后期 NT因为阵容方面在整个的一个团战上面确实是不如对手 导致正面团战法力打不过 那么输掉了比赛之外 整场比赛看点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小细节小操作啊 小的一些技能的COMBO 包括保护自己的队友等等等等等等 发挥的都是相当的出色 建议如果没有看第一场比赛 整场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确实很好看 甚至包括连最后这个优势上高的 这个过程都是非常的有看点 因为整个阵容你能看得出来 他的一个思路非常的好 那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GG对战NT第二场比赛的阵容 GG拿到了前两场手势小黑加狮王 这个版本非常经典的一个二人组 然后三号位的位置上拿出了一个大屁股 这个有点意思 然后在中单的位置给葵拿了蓝猫 另外一个辅助位选择了老虎 而NT这场比赛则是大哥位的影魔 拿了对方上一场比赛的中单穿战甲 以及一个电炎角手 那鸡血拿了自己上一场比赛 使用的效果非常不错的这个发条 三号位的位置上放了一个 我刚刚给大家出完视频的狼人 狼人这个英雄用来打小黑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但是狼人用来打大屁股有点有点难打 这样比赛这个大屁股应该是 应该是专门为了对方狼人来准备的 因为狼人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召唤生物摸免 没有没有办法给召唤生物开BKB 所以呢大屁股只要放一个筐 让小黑在这个筐的附近 他就很安全 不会被狼人轻易的直接把脸冲歪 但仍然大屁股这些英雄很有钱 很适合去出一些这个 很适合去出一些团队装 包括保护自己队友的一些装备 那么能够有效的去保护自己家的小黑 狮王一个双奶 蓝猫可以去切后排 不过说了这么多啊 虽然说了这么多 但是这场比赛其实我更喜欢的是NT的阵容 我觉得NT这个阵容其实更好发挥一点 懂了下版本野兽号角转正 其实确实我觉得需要一个 就是能够给召唤生物增加磨免效果的这么一个装备 它可以贵一点 对吧 它可以贵一点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话 这个召唤生物的英雄 基本上就只能活跃在游戏的前20到25分钟 一旦过了30分钟以后 你发现你的这个召唤生物就跟对面提管机一样 中路奎因现在这个对线打的是真好 对线打的是真好 这是完全没想到的一个事情 奎因这个选手之前 他的中单是被很多人所诟病的一个点 没想到他现在的这个中单 变成了全队最靠谱的一个对线点 而且他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见过他跟任何一个队伍的中单选手 对线之亏 这个是很厉害的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的 看着这个 Radiant的区域已经被杀了 GD夺冠热门感觉 GD一个队伍能不能是夺冠热门的话 还要看他们后续的比赛的一个表现 因为稳定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另外4月底要更新大版本 更新完大版本以后 那么对新版本的适应速度 整个队伍对于新版本的一个理解 包括匹配自己队伍的一个英雄池的能力 那么快速去学习和更新自己的队伍配合的一个问题 都是这个队伍能不能够持续强势的很关键的点 很多的强队 他对于新版本的适应能力都很好 都很好 有个别极个别的情况是那种 就是这个版本的强势英雄 刚好是这个队伍里面几个人的特别绝活的点 那这个版本的话一般就会比较强势 就这个队伍会比较强势 中单的狼猫已经把穿上甲打爆了呀 完全 这个而且这个爆的程度有点离谱 上路的大屁股打影魔 在正反补方面 因为保特的是一个老虎 这个正反补方面占一点点的便宜 或者跟对方打的差不多是在情理之中的 下路狼人加电阅首 前期打不过 狮王加小黑也是正常的 俩力量型英雄 打小黑加上狮王 尤其是狮王这个点 那确实是打不过 确实打不过 这个没办法 但是中路这个暴度有点严重 这边有机会杀了 伊尔沃森这边没了 感觉要 发条赶紧过来救 赶紧过来救 老虎跳出来 老虎追杀对手的英雄的能力 表现出来了 完了 这波发条也很危险 其实 不过这发条撤的很早 这种情况下 发条如果是对于局势判断有问题的话 这个发条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会去尝试再多消耗一下 这个大屁股 但是刚才他只要在原地 再多平A两下 不用多 再多平A两下 这个发条大概率就死了 感觉这场比赛 GG前期的对线 把对方打爆的话 应该是一场碾压 蓝猫这个英雄 如果这么肥 边路配合自己的队友的话 下路的小黑会比较好配合 上路配合起来的话 要看老虎的剑能不能射中 保证他射中的一个蓝猫的拉 一个是这个大屁股的框 如果蓝猫加上大屁股两个框 能够帮他稳定的去拿到自己的一个 让他这根剑稳定的射中的话 那这个上路的支援 也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成功率 下路的成功率其实更可靠一点 因为抓对方敌人绝手也好 抓没有大招的狼人也好 都是更稳定 因为有小黑的兵剑 小黑这边只要兵剑有个二级 甚至不需要三级 有二级就够了 蓝猫看看这里乌鱼这个戳的伤害好高 那石灵剑是手里面 现在是三个魔伐 加上一个先灵火 上路看看大屁股 火雨加框 老虎吃先灵火 拼掉对手 没有跳 被对方的影魔直接带走 但是影魔这个地方感觉好难跑啊 还有一刀 吃魔伐 nice 转身再给一个影压 大屁股的下一个火雨 cd马上好 一个火雨直接拍死 完成双杀 我A4的这个大屁股 这场比赛在上路的攻击力太离谱了 这个太离谱了 这个伤害 这样的话 对线被打爆了 六分钟对线 两千加的一个团队经济差 蓝猫现在是三千 大屁股 蓝猫这边两千八百多 马上两千九 大屁股三千 小黑在下路 现在是马上两千八的一个经济 老虎都有一千七 王虎在上路这场比赛 真是喝汤喝到饱 感谢阿道老板赠送的灯牌 谢谢老板 感谢会烤肉的刘大夫老板的兄女月 感谢西瓜大西瓜老板的礼物 感谢憨憨老板的门票 哦 下路打敲的小黑地坡被电脑带走啦 穿战甲是在中路被击杀了一次 以后直接来到了下路支援 比这方更早的动了一下 漂亮 暴风雨这个穿战甲这场比赛 头脑很清楚 继续在中路没有什么前途 反正我也到六级了 直接来下路去支援一下 不能三路全崩 无论如何我要去帮着自己的队友 打出来一路 或者至少是不能让对方三个大哥 全都无解肥 怎么也得摁住一个 摁住一个 然后拿他灯突破狗来打 或者延长这一个大哥点的 刷钱的时间 让他在整个比赛的一个节奏上面 不能够跟其他两个人 衔接的那么完美 像这里支援过来 这块是上路的两个人 直接大屁股开了一个门过来去追 但是没杀掉 蓝猫不来的话 大屁股加老虎的这个二人组 实在有点弱 老虎这边没传回去 大屁股回去了 老虎没回去 有点尴尬 这有点尴尬 他说太古没挂 现在直播的时候 我没法开 没法开阴阳师 他说为什么白虎高端局这么厉害 我感觉低分局都是坑 因为老虎在高分局的时候 往往会帮他选择先手控 哦 这里还差两下 平A 漂亮 这波技能给的都是刚刚好 伤害也是刚刚好 老虎在高分局的时候 大家会为他去匹配先手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高分局的老虎 哦 狼猫过来 拉住 挡住对手 不让他放大 漂亮 这是一个非常nice的击杀 但是没想到被兵线K投了 一万多个技能 两个人的平A那么高的攻击力 加是超不合 硬生生被兵线K投了 高分局老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他们会去出团队装 这个是跟低分局路人局不一样的点 低分局的老虎 就是会莫名其妙的 有一颗大哥的心 这个是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 就特别容易有一个大哥的心 然后他们也不去 或者是过度的射野怪 要么就完全不射野怪 要么就是闲的没事干 你什么时候问他 有剑吗 他告诉你没有 那剑呢 告诉射野了 要么就是全场一只野怪都不射 然后一点钱都没有 做不出来囤队装 所以路人局 尤其是在中低分段的路人局 老虎这个英雄 他确实不太可靠 高分局的老虎的话会好一些 你的老虎一个星落给上去 狼猫准备拉 老虎接剑 不用了 直接A死就完事了 这波是老虎拿到了人头 不过无所谓 对于蓝猫来说已经很肥了 这一点钱不要也罢 影响不大 看到这里卫柄 哦这个卫柄被躲开了 穿上甲娇 然后开车猫 吓一下蓝猫 蓝猫这里求稳 还是先滚走了 滚的距离也不是太远 小黑这个地方看看 拿剑 打屁股过来以后框住 蓝猫手里有一个拉 伤害够了 可以直接秒 漂亮啊 拿到人头的是蓝猫 小黑这里再接着追 追对方的召唤生物 这个召唤生物 这个召唤生物 应该是意识到 对方这有眼了 这个眼一会儿要被拔了 小黑刚才有点太 太太太太 怎么说呢 太直球了 太直球了 对方的野怪 都已经跑到高台上了 你多少给人家个面子 你别跟他一直追着A了 完全没有视野的 正常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好家伙大直球 追着对方一顿A 这个眼待会儿要没了 老虎团队装一般出啥 大鞋 密法没啃 大鞋 推推 微光披风 看情况 一般来说老虎 做微光的需求 不是很高 建议一般是出推推 就是大鞋 做推推 如果这样比赛 就是你做完推推 以后 然后你仍然是保持着 一个比较不错的经济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 开始做羊刀 有关说莲花 莲花也不错 莲花 但莲花不是一个 就是通用装 莲花比较适合 当你看到对方 有这种什么 比较多的 就是对方有比较多的 这种值得去驱散的 或者值得去反的技能的时候 出莲花是不错的 但是莲花的整体效果 它不如羊刀 当然了 羊刀更贵一点 当然也没贵太多 实际上 莲花也挺贵 莲花4000多块钱的吧 我记得 莲花的整体价格 我还真是没记 我看一眼 记得是4000块钱 3850 蓝猫这里过来 抓对方的敌人决手 老虎接一根剑 射中了 穿上甲想开车过来 几天没有截住 那么看看 剩余的血量并不是很多 蓝猫飞过来 再追一下 一个平A 拿到这个人头 Nice 狼人这个阶段 如果他面前的是 老虎狮王和蓝猫的话 他是没法打的 他选出来是为了 方便冲小黑 但是小黑不在 小黑不在 前面面前的三个人 一个打不过 一个打不死 一个就是打不着 所以完全没办法 亮流出祭品的优先级高吗 老虎 哦对 如果就是这场比赛 比较适合去出 怨灵之气的话 也可以 对于老虎来说 反正就是 你看这场比赛 缺什么 你就出什么 完了 你不用 没有固定出的东西 比较万斤油的 就是推推和大鞋 这两个道具 作为酱油位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 万斤油的装备 就你什么时候 出这两个装备 它都是绝对有用的 它只有有用和特别有用 它不会有没用的情况发生 其他的副主装的话 你就根据局势 小黑现在的经济 五千八百块 那么领先对手 经济最好的狼人 是领先了八百九百块钱 哦 发掉这个勾勾中 老奶奶开大 这里撞一下 第二下能不能跟上 漂亮 穿上甲这边一看 感觉跟不上了 直接选择就是一个戳 伤害打满 直接秒掉 让蓝猫节奏被断 人头给到了 对方的点 就手身上有点可惜啊 这样能给到 对方这个大哥位的 穿甲身上 效果会好很多 看看小黑 又是抓到了 对方的招换生物 直接把支配到的 一个熊怪点掉 一百块到手 中路的一塔 血量很低了 这个地方 应该是准备在反补国 看看这些大Q 给一个框 一个火雨 然后呢防御塔 被影魔给颁补掉 还行 这波影魔来到中路的 目的也算是达到了 没让对方拿中路塔签 大屁股的装备 这张比赛 他去做大鞋 那就不需要老虎去做了 所以老虎这边 是密法鞋 以后直接做了推推 大屁股这边一个 开了一个门 上来配合了猫 完成了对穿上甲的击杀 打完了以后呢 两个人又是通过门 回到中路 大屁股这个英雄 要是开发出来的话 这个GG这个队伍 真的就更可怕了 大屁股是一个 很少有队伍 去尝试开发的点 但是这个玩意儿 他属于是 很考验玩家和队伍的 就是他的强度 很高很高 大屁股这个体系 强度特别高 但是如果你的 但是他对熟练度的要求 也特别高 这个地方 蓝猫过来 飞过来 拉住老虎这根剑 能射中吗 没中 有点可惜 但是这个双发星落伤害很高 穿上甲的血量 有点不太高了 队伍支援过来 反杀掉老虎 蓝猫直接飞走 这边差一点点 这个就是老虎这个点 我说开局的时候 我说蓝猫支援上路 他不稳的一个原因 老虎的剑配和蓝猫的拉 这个时间其实会 有一点点的短 蓝猫控制时间 稍微有一点点的短 如果加上一个大屁股的框 就正好合适 快速模式 萨尔A帐 复灵锁特别高 快速模式 复灵锁加A帐 这块推荐一下 快速模式 如果你想用萨尔的A帐的话 我个人推荐一手 就是不要用复灵锁 用风帐 因为他跟复灵锁的区别在于哪呢 复灵锁在捆住对手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铺A帐大 对方是可以开BKB跑的 但如果对方是被你的风帐吹起来的话 你铺这个A帐大 它是破地以后 是开不出来BKB的 因为他在空中的时候 A帐的B锁效果就已经生效了 就是大招已经开始生效了 当然复灵锁的优点是 对方如果没有BKB的话 你有几率能够捆住一群 这个是复灵锁的优势 在这块狼猫直接过来以后 大屁股这块给上一个狂 Nice 留着对方的狼人完成了击杀 大叔你说过狼人是不怎么打团的英雄 那比赛中选是不是不合适 不是啊 狼人打团啊 狼人不怎么打团 是说他的整体思路 不是跟对面站好了位置 两边拉开架 是打五位五团 狼人的主要作用是 带线牵制 然后迫使对方回防 去打局部的小团战 团战的就算是打正面五位五团 他也能打 只不过就是他的攻击对象 找对方的脆皮 这场比赛 你看狼人没有发挥 是因为对方有个大屁股 大屁股这玩意太克狼人了 哦 没有魔精 没有魔精 这波有魔精的话会很爽 没有魔精有点可惜 不过对于现在的小黑来说 这波野怪也是收得掉的 打屁股过来 队里发掉一个勾 队友接应了一下 不错 好掉了 不过团队经济差 以及大哥位的经济来看的话 跟上一场比赛相比 这场比赛 GG才露出了他真正的琉雅 强队的琉雅 哎 这块 蓝猫过来 能拉住吗 没来得及 这样穿上甲还是开出来车 开出来车的话 蓝猫再追一下 什么 穿上甲开车 这里走一下 哎 你这个时间可是有点 有点长了 蓝猫这里放弃了 知道对方应该是提币回家了 中路这边发条 刚才呢 利用大招逃跑 这波还是被老虎跟大屁股两个人抓住 小黑还在清这波阳果 累坏了 给小黑 小黑里边拿到魔精 拿到魔精的话就快很多了 拿到魔精以后 打这个阳果 快非常非常多 他说物色到三三杜姆的素材了吗 没有 三三现在不那么大杜姆 三三最近他打别的多 看看这里 小黑过来兵剑 粘住 直接带走对手 漂亮啊 职业选手的素材只能碰 不能蹲 因为就是职业选手 他在天梯训练的时候 他不是抓着自己的绝活玩命用 他是要配合自己对付的一些体系和需要的英雄来练 看看这里 小黑直接可以秒掉吗 推推 没有推推 没有蓝 对手推了一下 给推高台上去了 尴尬了 影魔大招放出来 蓝猫中技能 穿上甲开车 nice 完美的一波团战 带走对方双大哥 加上一个老虎 大屁股这里给上一个火羽 蓝猫复活以后 回头过来抓一下2B的狼人 再飞一下 拉一下 然后穿上甲这里砸了一个地板 打出一个脚线 蓝猫有点尴尬 而且蓝猫没蓝了 这一下蓝猫两条命 感觉都要焦 大屁股能揪下来吗 大屁股这里再给上一个框 然后过来截一下 对方穿上甲 穿上甲再戳 完了 蓝猫两条命 加小黑 全都被带走 大屁股这里还想要 在顺利里边一个TB 结果被对方过来后 发条弹幕冲击打断 零换4加1个盾 什么梦幻团战啊 这一波直接打回来 3000多的团队经济 影魔经理一下就追平了 对手的大哥 各位 BKB要出来了 第一时间直接抓死小黑以后 蓝猫站起来 有点太拖大了 他飞了两下去打狼人 没打掉 让穿上甲一个戳 带着散尸一个戳吧 蓝戳没了 这可是有点厉害了 阿叔能不能开Twitch直播 那边没有延迟 Twitch的直播我开了呀 这 Twitch的直播开着呢呀 露出了獠牙 露出了獠牙点JPG 没毛病啊 没毛病 强队露出了獠牙 对吧 喂 就是过去的人说对吧 不要 锋芒 避速对吧 蓝猫身上出装呢 他走的是一个巫师之刃 猎鹰战刃 然后慧光 出了一个励志双刀 没做BKB 这个没做BKB 感觉要出事 没出BKB 这发条一个勾过来 就死了呀 这蓝猫 BG的一波开悟 对方这块也是一个开悟 两边要撞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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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神服 蓝猫赶紧飞一下 发条并没有着急动手 因为在左侧这个位置的话 对手离得比较远 伤害第一时间跟不上的话 会让蓝猫飞走 发条这块再找机会动 再找机会动 看一下影魔的装备 BKB第一波啊 这个是 影魔现在没有那个什么 他没有跳刀 他要有跳刀的话 这波蓝猫可以秒 看这里蓝猫飞过来 对方穿着蓝猫 直接开大招 溜大屁股开了一个 传送门过来 穿着蓝猫 这边直接走 这边不能追啊 这边不能追 这边要追要出事了 这边不能追 不能追 影魔这里树林 完美大招 漂亮 强秒蓝猫 我的天 这样的话再继续往前追 看一下小黑这个狂风 给的不错 老虎的招 这个狼人招按生物 再往前追 大屁股 反打一个完美团战的位置 影魔的BKB不着急开 第二时间开出来以后 先保证自己能撤回去 拔掉这里一个小跳 直接回到高台 成功的一个埋伏 但是没有能够 打掉对方的英雄 而来猫直接被秒了 这个树林后边的一个摇大 真是位置找得太好 狼人的减攻 狼人现在在团战的时候 就是无限猴就完了 不过这场比赛 他的猴等级不高 只加了一几条猴 现在 一块抓住 老虎过来接剑 漂亮 狼猫加老虎 这一根接剑 终于是接上了 射到了对手的穿甲 然后再打掉对方 然后认得招按生物 253块钱到手 被滋滋 团队经济差的话 还是领先着6000加 这个GG 这场比赛 仍然现在优势 还是在手里面 不过影魔的经济 追上来以后 至少保证了 有一个输出点 叫黑大推推之后 再做的是引刀 然后再出BKB 这场比赛 引刀这个道具 我个人觉得不太好 因为你这边有老虎 对方的反引工作 肯定是做到 武装到牙齿的 你看对面带了多少把粉 天安角手 身上一个粉 狼人身上一个针眼 发条身上一把粉 石林剑士身上一把粉 你这个引刀出来没用啊 让穿上甲开车 发条的这个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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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nice 直接撞回来 怎么没撞回来 老虎身上没有跳了 不过也 比较尴尬的是没有跳了 ND选择过来打入山了 那么仗势现在人多一点打入山 影魔现在夹腿BKB疯脸 再加上一个魔龙枪 下一个装备 他也是要做引刀 我这打得好快啊 打得好快 老奶在这儿在等着卫饼 但是对方并没有人过来 天安军团扫 这个天安军团扫了一下 扫到了肉山里面有人 但是对方已经打完了 还被发现了 还被发现了 这个蓝猫 一个照明火箭过来以后 直接一个勾 但是后续没有空 还是让蓝猫这里 找到机会可以反打一下 蓝猫 还A你一下 还A你一下 反正你打不死我 你没有勾了 我要A你一下 解解恨 大屁股手里 现在是大鞋 推推加上一个笛子 影魔手里边 现在白嫖了 一个魔精出来 那么蓝猫的装备 BKB快出来了 小黑还是把引刀做出来以后 然后再去做这个BKB 引刀这场比赛 我想想 我想想引刀到底有啥用 这场比赛 他出引刀 给我的感觉 就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是 我选了 我这边阵容 隐刺 加赏金 隐刺 加赏金 加这个 老虎 对吧 然后剩下的两个人 都出了把引刀 结果对面拿的是大鱼 加上宙斯 就这个感觉 这个发条的勾 其实预判的位置 已经相当极限了 已经相当极限了 就差了一丁点 看这个穿戏甲 开车撞一下 Ace被对方撞两下 他很结实 但是没有队友能过来救他 直接被对方四个人围剿 让到大屁股 就是被沃森的影魔Ace 对方便是被沃森的影响 每次打都 每次都感觉大屁股的英雄肉的莫名其妙 这个不莫名其妙啊 大屁股这个英雄 他的力量成长有三 然后再加上他有一个减攻的光环 减攻的光环 加上3.0的力量成长 再加上这个英雄大多数情况下会去出这个 就是偏奶或者偏肉的辅助装 所以这个英雄他就是他就是肉 他就是肉 他不是肉的莫名其妙 他是很标准的一个肉 蓝猫这个地方又被秒了 又被秒了 小黑开始BKB 但是被发条贴脸 大招射不出来 很尴尬 穿上甲的车也一直在跟 看一下小黑这里转身一个剑 但是一直没有下去高地 老奶的卫柄并没有打到 还是让小黑开始BKB给绕回来了 暂时是一个一换一 但是蓝猫换掉对方的发条 这里小黑一个沉默给上去 自己又被狼人贴脸 完了 这波队友揪不下来 强行拼掉对方的影魔第一条命 然后队友再连续的给推推去救 穿上甲 最后一个戳没有戳死小黑 影魔第一条命被打掉 那么小黑极限情况下是打赢了这波团 但是现在正面团战 感觉蓝猫每次一上来就被对方先手秒掉 还是有点难受的 我怀疑下一波GG可能会选择让蓝猫流买了 这么打的话 因为目前正面团NT在进攻上面是打得比对手要更猛的 然后这个影魔的位置有点危险 小黑正在往正面站上赶 但是队友没有人能拖了 蓝猫不在的情况下拖不住对方 有点难受 狼人的减攻 其实从这场比赛阵容来说的话 就如果能再多一个减攻的英雄 小黑会更难受 现在只有狼人一个减攻的话 还可以再多一点 还可以再多一点 刚才那一段时间其实还有一个细节 就稍微提一句 刚才那波团战NT进攻打的那么坚决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是晚上 有狼人在的情况 晚上开团的优势会比较明显 看下这一波引刀过来 影魔的位置没有反映 这有点尴尬了 影魔侧面开大 断掉对方所有的后排 帝恩绝手第一时间被射死 双倍小黑攻击力有点高 发条的这一个勾勾过来以后 只能弹一下 小黑没有着急开BKB 对方影魔开起了BKB 小黑双倍小黑开BKB 强行跟对方 对A又是一个剑语上来 发条用自己的命去救下来的影魔 这波如果他不往前顶的话 小黑出两个被动 这个影魔开着BKB也要死 这波发条救的很坚决 就贴着小黑 就不让你出大招被动 那么打赢了这一波 打赢了这波因为是一个白天 白天的话 狼人的吼没有办法实践全屏 所以还是要自己的招牌生物贴上去 再吼才有效果 驾路的兵线 这边狼人的狼啊 有魔精这场比赛 这个狼人 魔精狼人 我喜欢 我喜欢 魔精狼人真的特别恶心 大家玩狼人的时候 魔精这个道具能出一定要出 你出了你就知道我多恶心 这个低攻击优先级这个事 在带线方面 在带线和推塔方面 真的是太爽了 打出小黑和VS这对传统组合 现在还能用吗 不推荐 那不太好使 狼人的魔精在军事局或者是逆风局用来去牵制对手的兵线 尤其是在几方高地没被破 两边兵线上的这个兵的质量一样的情况下 狼人的魔精狼真的太厉害了 特别特别厉害 他特别容易帮你把一条线的兵线很快的就推到对方家的这个 高地上 看一下这波又是老虎开一个大招 哥几个过来拉个前手战 现在两个前手战全部都是GG的 GG这段时间开始逐渐的找回点团战的感觉来了 还有就是蓝猫BKB终于是有了 有了BKB以后下一个装备正在做的是羊刀 看看他下一波能不能把这个BKB顺利的开出来 看起来这块借助着自己这边有事业优势 他们在高台上有一个眼 对方的眼并没有插在这个附近 拔掉上完二塔以后呢 德拉切奥这块拿到一个防御塔 然后经济线暂时排在全量第一 第二名是对方的影魔 紧接着的是大屁股狼人蓝猫 三个人的经济基本上是差不太多 老虎这块一根剑 看到了沃森的位置 没有射中但是看到了 你们这几个人战位稍微有点太集中在一起了吧 有点 狮王站在前面树林里面去破雾 然后提供第一波的视野 小黑过来直接一个箭语清掉兵线 逼迫对方回防 这边GG选择是回去守中路兵线了 被这个魔精狼带的太难受了 看看现在哪波有魔精狼啊 这块没有 这块呢 这块也没有 中路的一波新的兵线还是没有 那在上路 魔精狼在上路 这两波运气有点差 运气有点差 这个魔精狼在中路和下路都没刷 如果在中路和下路刷两波魔精狼的话 看看这波出在哪了 又出上路了 又出在上路了 出魔精狼的运气稍微有点差 看看这块留住对方的招换生物 把这个招换生物价打掉 穿人甲开车过来 蓝猫直接飞下来 这个车浪费了 呦这一代堆的推推 直接撤下来 老奶的兽余的技能就没有用了 蓝猫在这挠对方的石墓碑 没挠掉 蓝猫开启BKB 再硬打一波 狼人BKB死血 撤退 小黑的位置没有人能抽 蓝猫飞过来 再留住对方的敌人角手 穿人甲直接给上一个抽 老奶的卫兵往回走 影魔这块一个大招完美 留住蓝猫 蓝猫被秒 漂亮 小黑被对方一直狼人贴脸 打不出来伤害 这波发条再过来贴 小黑有机会了 这波小黑可以追死 一箭射掉对方的影魔 这个小黑还是打不掉啊 好难打 狮王和大屁股老虎三个人 把家伙搁几个手 手拉手围了一个圈 把小黑给挡住了 这也就是 我跟你说 这也就是敌方单位 没有遮蔽视野的效果 这样英雄跟树一样 能够遮蔽视野 对面都看不见 这小黑 跟几个手拉手 围了一圈 好家伙 DG终于露出了 他们作为强队 凶狠的獠牙 没有给NT机会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团队的经济领先到了 一万三 大屁股开门 诶 狮王没回去 哥几个再回来 再回来 再回来 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小德卖了一个狮王 假装是开了一个门 走人 然后打六肉山盾 小黑现在身上带了 一个刷新球碎片 刷新球碎片的话 给小黑确实不错 小黑里边可以刷第二个BKB 刷第二个大推推 看小黑的经济 直接来到了两万六千块 这两万六千块里边 还不包含肉山给的钱 认为肉山没给 肉山这波给的是山球碎片 小黑的魔精 也是自己花钱买的 所以这两万六千两百块钱 是实打实自己弄出来的 下路的高地塔 我们看一下 高地塔这边已经快没了 这个高地塔快被打掉了 这个魔精狼的这个制残 对防御塔有效 其实很厉害 因为防御塔的攻速 一共也没有多少 这个制残可以让防御塔减攻速 防御塔的攻速 一共只有207 一口上去 打一个残被出来的话 可以打一个降低60 还剩140 防御塔也不动人了 大屁股 下一个装备要做的是羊刀 身上做了一把天堂 大小推推加上天堂 再加上大鞋 笛子 不过就是这个沉默 带着对方这个变身而开出来 狼人的这个变身 只要让他抬手抬出来的话 他就一定会生效 因为他其实是个顺发技能 顺发技能 只不过他有一个变身的动作 你得让他 嚎一声 你可以打断我 但是我这一嗓子一定要嚎出去 直接平推下路高地 因为有山盾 有奶酪 这个平推下路高地 没有什么压力 你看这哥几个 我跟你说 你看这哥几个 小黑这个站位 对方的八条 除非从这边过来 宝刀的话 整个这边是没有空间给你的 下路的高地塔拆掉 拆完了以后 上路又应该是又有 又有魔精狼估计 这冰线在带 正面这根八条 直接被秒 影魔隐身 摇大 断一下对方的中牌 这块小黑直接开BKB 强射 蓝猫飞过来以后 开启BKB 拉住对方的狼人 小黑这里给上一发剑鱼 已经没有人能上来 再去断小黑的大招了 小黑推推上来 直接一个狂风粘住 那么这样影魔选能买活 不过应该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 因为他没有BKB 没有BKB的情况下 现在小黑直接用剑鱼 封住你泉水的这个门口 你甚至根本处理不了 这也刷新 第二个BKB 开启来 蓝猫过来以后 一个扬刀扬住 影魔直接被秒 连续两条命 被击杀掉了以后 GD也是 NTR打出了GD 这样恭喜GD 在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当中 又是打出来一场 非常精彩的比赛 后期的起波团战 对于小黑的保护 我感觉GD这个战队 他们现在对于 大哥位的保护 这件事情上来说的话 真的已经是做到了极致 确实是非常非常厉害 好了 我是脏毛大叔 咱们今天的第一轮比赛 就给大家直播和解说到这里 稍时休息 一会带来双方 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下一轮的比赛 对战双方呢 是Liquid对战TE 也是一场强强对话 我是脏毛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 么么哒